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发文告宣布 墨西哥发现了全球首例人类感染甲型H5N2 禽流感病毒之后死亡的病例 死者是一名59岁的男子 在4月17号开始出现发烧 呼吸急促 腹泻 恶心和全身不适等症状 并且在一个星期之后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死者感染禽流感的途径 暂时还不清楚 发病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家禽或者其他动物 虽然出现第一宗人类感染H5N2禽流感之后死亡的案例 但是墨西哥卫生部说 暂时还没有证据显示 该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 来看一组国际快报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证实 墨西哥出现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甲型H5N2禽流感病毒的死亡病例 死者是一名59岁男子 暂时还不知道他感染的途径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该病毒目前对一般人群构成的风险评估比较低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个案 捷克东北部城市杜尔帕比彩昨晚发生一起列车相撞 造成四人死亡26人受伤的悲剧 事发后当局立即派遣大批救援人员前往现场展开救援工作 当局表示列车相撞的起因还在调查中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在有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有10名学生闯入校长办公室 同时还有大约50名学生在办公楼外高喊口号 声援巴勒斯坦 参与的13名学生被逮捕 而校方也强调 他们对学生的举动感到非常震惊 并强调被捕的学生将面对停学处分 如果当中有高年级生则不准毕业